67000元应该是最近游戏本里比较尴尬的价位 一方面,这个价位一线大厂的新款游戏本 通常都是搭载的RTX3050和3050Ti显卡 和3060的性能差距非常的大 而如果想要买到3060 通常就只能看老款CPU的版本 或者是二三线品牌 那售后有得不得保障 而红机的暗影骑士算是个例外 这个笔记本有两个系列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台是暗影骑士龙 那顾名思义,龙代表的其实就是锐龙 这台笔记本搭载了AMD移动端 目前最新的RT6800H这颗CPU 403加架构,8核是流线程 主频和上一代一致 不过单核锐频提高到了4.7G 3G缓存16兆,TDP是45W 显卡则是140W满血的RTX3060 而且有独显之链 那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它在某多多的价格就只要6799元 比同模具但是搭载i5-1500H的琴也要便宜几百块 红机作为一线品牌 售后自然也不用多说 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售后网点 而且还有上门服务 可以避免比较麻烦的寄修 先来看外观 这一代暗影骑士的模具更新以后 外观看起来比以前简洁干净了不少 硬面整体都变成了黑色 只有上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红机logo 和一个C面也能看到的暗红色NATURU LOGO 显然低调了不少 背面的出风口取消了以前夸张的设计 仅保留了两色的红色作为点缀 虽然说还是全塑料的机身 但是整体的质感相比上一代还是提升了一个台阶的 这台笔记本还是比较厚的 厚度有26到27毫米 重量在2.5千克左右 加上后面突出的出风口 就塞不进一些比较小的双肩包的电脑隔层了 机器标配了一块230瓦的电源 相比上一代的180瓦提升了不少 不过重量也来到了700多克 放在背包里 必要的时候掏出来 那也是个大杀器 另外这一代屏幕的上边框 收拾了不少 基本做到了三面等宽 不过下板还是有两指左右的宽度 这块屏幕的分辨率是1080P 165Hz的高刷新率 100%sRGB色域 全亮度DC调光 黑白响应时间11毫秒 控制中心可以开启LCD OfferDrive模式 来给液晶加压 开启后屏幕的响应时间会进一步降低 达到了9毫秒 不过灰阶状的下 由于过冲会产生略微的尾影 屏幕上面有一颗720P的摄像头 和立体声麦克风 而且有灯光提示 用来上上网课是完全够了 来到C面 这块键盘还是不错的 键铲很长 而且有全尺寸的方向键和独立小键盘 这个系电源键没有做手感上的区分 WASD和方向键都做了白色的包边点缀 还有一个按键用于互出NATUR控制中心 可以对电脑的性能模式 键盘的四分区RGB背光进行调整 也可以切换独显直链模式 接口方面左侧有网线耳机耳麦和一个USB3.2 右侧还有另外两个USB3.2 背面有一个实际速率的C口和一个HDMI2.1 算是比较齐全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台电脑拆开看看吧 拆机难度一般 把所有螺丝卸下后从出风口下手 用翘片滑一圈就能打开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散热器了 五根热管其中两根是共享的 还有三根分别给CPU和显卡散热 这颗R7-6800H依然是8核16线程 这一代比较大的升级其实是它的核显 升级到了拥有12个CURDNA2价格的VDM680M 后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搭配这两条DDR54800张内存效的性能 RTX3060也是老朋友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笔记本的3060是140W满血的 而上一代是85W的残血版 这个性能提示应该不小 硬盘是三星的PM9A1 PCIe 4.0协议 旁边还有个空草位 可以自行加装硬盘 网卡是零发科的MT7922支持WiFi6E 最大2.4G的速率 此外它还搭载了一张Keyra的有限网卡 下方的电池容量大约57Wh 旁边的空位原本是2.5寸盘位 不过很可惜并没有标配硬盘接口 要是下一代能把电池做大一点就好了 这台电脑还支持DTS音效 来听一下音效来看一下 这台更新了模具之后的暗影骑士龙 会是怎么样的性能表现吧 在手动切换到性能模式的情况下 进行IDA64单靠FPU 这台电脑的调度非常寂静 CPU的功耗大约70W 温度稳定在100度 而且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 它没有发生任何的降频 全程都是一条直线 单靠GPU不出所料的 全程也是稳定在140W的满血功耗 而双考受到功耗动态分配的限制 显卡功耗在130W左右 CPU在35W左右 不过气能模式下满载的时候 人位噪音来到了59分倍以上 应该对促进宿舍友谊 有很好的效果吧 而这个时候CPU的温度在87度左右 显卡在80度左右 对于一台笔记本来说 其实并不算很高 键盘表面的WSD区域只有32.6度 顶部的最高温区域也只有41.3度 感觉是风扇转速有点用力过猛了 好在控制中心内 也给了手动控制风扇转速的选项 我们可以把它转速拉低一点 那要是以后能再给一个 手动设置风扇转速曲线的功能就好了 而如果我们切换到默认模式下 单烤FPU的功耗最终稳定在54W 单烤GPU为105W 双烤则是显卡90W加CPU35W的功耗分配 这个时候噪音就降低到了只有48分贝左右 就比较安静了 后面也会测试一下 这两种模式下性能的区别 那首先还是来看CNB温区吧 R23的单核成绩为1529分 多核为13881分 相比上一代分别提升了5.4%和8.4% 不过略差于i5-12500H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功耗对它的影响 性能模式的平均功耗在70W左右 而默认模式实论下来平均大约是57W 综合来看 性能模式大约用23%的功耗 换来了5%左右的性能提升 看来50多瓦已经是R7-6800H 这颗CPU一个比较甜点的功耗了 做一些依赖CPU复杂的工作时 放在默认档的影响并不大 而显卡这边 这颗140瓦的3060 Time Spy分数为9313分 切换到默认模式后 分数为8292分 性能模式大概是用多340W的功耗 换来了12%的性能提升 玩一些负载比较高的游戏时 还是打开会好一点 而这颗CPU内置的Radium 680M核显 Time Spy分数也达到了2322分 这其实已经和几年前的入门级显卡 GTX1050T差不多了 而且还是台式级的版本 和笔记本上的入门独显MX450的差距也很小 那这个性能几乎已经能够通知所有的网游 甚至能够体验一下三个游戏了 所以今年搭载R7 680H这颗CPU的核显轻薄本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那么接下来来跑一下游戏吧 CSGO选用创意工坊的测试地图 开启高画质 平均帧数是在450帧左右 绝地求生画面调到三极致 训练场平均是在200帧左右 Apex持有默认的高画质 平均是在130帧左右 逆水海呢 我们把画质拉到最高预设 关闭DLSS 打开光线追踪 最终平均帧是在54.7帧 而CPU性能测试的平均帧为59.5帧 平时降一些画质基本上能够跑在60帧 原神3.2因为删除了原本的抗锯齿 只保留了FSR 2.0 所以就没法和以前的结果比较了 实际测试 全高画质1.5渲染倍率是在70帧左右 因为默认锁60帧 所以实际会是全程60帧满帧运行 接着再来看一些3A游戏吧 首先还是神移化的古墓令暗影 将画面预设拉到超高 这种情况下 全程平均帧大概是在100帧左右 荒野大标课2 我们开启默认的均衡档画质 此时游戏内的平均帧为72帧 埃尔登法环将画质调到高 望向黄金树的手有70帧以上 那么接下来这个游戏就有点挑战了 赛宝朋克2077 我们开启预设的超级画质 全程平均帧基本在60帧以上 不过1%最低帧有点低 有时候会有些小卡顿 而如果我们将画质改为高 并开启一个质量档的DOSS 这个时候平均帧就能达到100帧左右了 那么它能不能带得起光追呢 我们把2077的光追选项打开 同时关闭体积云 体积物 环境光遮蔽 屏幕空间反射 并开启一个质量档的DOSS 这种情况下 它跑出来了55.74帧的平均帧 而如果继续拉高DOSS的话 虽然说能够达到60帧 但是画面会不可避免的出现模糊 而且产生违影 在2077这个游戏里 算是只能偶尔体验一下光追 结个图吧 不过另一个光追游戏 地铁离去增强版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把画质开到高 光追同样为高 同时关闭DOSS 此时它的帧数可以稳定在90到100帧 而且1%最低帧也很少下过60 最后还跑了一下 Spec 2020的工业软件测试 结果供大家参考 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今年这台红机暗影骑士龙 再更新了模具 并换用R7-6800H这颗CPU 整体的性能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基本能够中高画质 唱完这几年的3A游戏 并且作为生产力的表现也还不错 这个模具的机身质感 比上一代好了不少 而且红奇作为一线品牌 有着不错的售后 在这个价位下 除了性能模式的噪音比较大 和各个渠道差价比较高之外 整体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槽点 那么在今年下半年 新款游戏本普遍涨价的当下 如果双11有6000多元预算 等不及想要买一台游戏本的话 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好了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对你认识这台笔记本 有帮助的话 不妨点一个免费的赞吧 对这台笔记本 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